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赶紧打开了地下室的小窗户往里面张望 但里面黑不溜秋的啥也看不见 忽然一股无名的力量就将邮差给拖了进去 真是古人成不起我 果然是好奇心害死猫啊 接着画面一转三十年过去了 森林里来了一群沉迷于手机电脑的年轻人 他们被父母送到了这里强制借除网瘾 在开始之前 他们需要上缴自己所有的电子设备 鉴于人数众多 大家会被编号分组 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位导师 而另一边 影片一开始的临终小屋内 一位老妇人正在拖着动物的尸体 准备丢到地下室 却因为身体年迈 不小心连同动物的尸体一起滚了下去 顿时就传来了老妇人的惨叫声 和类似野兽的撕咬的声音 画面回到这边 营地这边已经是准备开始分组 女竹和小胖以及熊大熊二 漂亮姐分到了一组 加上导师总共有六个人 他们分配的任务是在森林中徒步三天 小胖是个老实孩子 怂人一个 想着要走那么远的路 有点想要打退堂鼓 不过能有女主的陪伴聊天 还是可以接受的 熊大熊二则不停地和漂亮姐搭讪 为了漂亮姐 两人含针锋吃醋 大打出手 熊大被熊二推倒在地 导致小腿受伤 好心的女主 上前帮着包扎着伤口 此时的小胖来到一旁尿尿 意外的发现了一具动物的尸体 这动物的尸体不像是自然死亡 像是被恐怖的野兽袭击了一般 这时女主隐隐间看到了一只大手 出现在了一棵大树的后面 但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幻觉 由于父母死于车祸 女主悲伤过度 经常能出现幻觉 所以她并没有告诉其他的人 而导师心也很大 并没有因为这动物的尸体 停止了他们的行动 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他们选了个地方露营 而漂亮姐在熊二的帮助下 弄好了帐篷 两人的关系也更近了一步 到了夜里 大家聚在一起聊天 导师询问大家 为什么要参加夏丽莹 小胖说自己是一个游戏网红 有90多万的粉丝 但父母不理解 断了自己的事业 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被送到了这里 当说到女主的时候 导师看了一眼女主的资料 就刹车了 显然女主的身上 有什么秘密不方便说 最后众人都回到了帐篷内 准备休息 而漂亮姐和熊二 已经是两情相悦 找了个偏近的地方 不可描述去了 完事以后 漂亮姐回到营地休息 熊二则偷偷的 跑到了湖边 玩起了手机 原来她一开始 就藏起了一个手机 然而此刻 一双眼睛正在暗处 死死的盯着她 画面一转天亮了 众人醒来才发现 熊二不见了 导师询问 昨晚谁最后一个见到她 漂亮姐说自己 是最后见到的 就在那个湖边 女主发现附近的树木上 有红色的血迹 但导师表示 这可能是树枝 接着他安排大家 四处寻找熊二 导师和女主小胖一组 接着三人走着走着 来到了林中小屋 屋内脏乱一片 似乎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此时众人也注意到了 地下室那边 传来了动静 然后将其打开 接着一阵恶臭涌了上来 下来后 众人都被吓了一跳 他们在里面 发现了熊二血肉模糊的尸体 之前的声响 原来是他身上的手机 更为糟糕的是 此时主人回家了 三人只能是躲在了地下室 但这恐怖的身影 似乎也要下来 接着导师 让女主和小胖 从那个小窗户爬出去 自己则准备 去拿熊二身上的手机 结果果断的领了盒饭 女主和小胖都被吓坏了 只能是赶紧跑 而另一边 漂亮姐和熊大也找累了 坐到一旁休息聊天 但转眼间 漂亮姐就不见了踪影 此时漂亮姐 已经是被怪物给拖走 而熊大后知后觉 看到地上的绝技 吓得拔腿就跑 最后他来到了附近的教堂 寻求帮助 而女主和小胖 则在森林中 找到了一位双腿截肢的老人家 一番交谈后 得知 这就是影片一开始的那名邮差 从老人的口中 我们知道了 关于林中小屋的故事 话说几十年前 邮差无意中 闯入了林中小屋 结果被怪物袭击 九死一生才逃了出来 两条腿就是这么没的 而最初那个房子内 住着一位单亲的妈妈 还有两个双胞胎男孩 虽然生活辛苦 但也乐在其中 一切的改变 还是在那天的下午 那天的下午 本来两个孩子正在玩耍 天空突然一声轰响 似乎有陨石在上空爆炸了 一块小陨石 掉落在了他们不远处的森林 两个孩子瞒着大人 偷偷的将其捡了回去 谁能想 陨石的内部 竟然蕴含了可怕的物质 将两个孩子 变成了怪物一般 身上还出现了古怪的笼包 直到第二天 妈妈才发现了孩子的异样 此时孩子们 躲在地下室 正在吃着什么东西 但这时候已经是晚了 妈妈用安眠药 迷晕了两个人后 将他们手脚绑了起来 每天找一些活鸡活鸭 给他们吃 这一锁 就是整整的三十年 直到自己的身体年迈 不慎摔了下去 领了盒饭 两个怪物 才拿到了钥匙 逃了出来 开始袭击过路的居民 我们划分两头 熊大这边遇到了一个神父 本以为自己得救了 谁知神父和怪物是一伙的 他将熊大绑了起来 然后召唤怪物前来进食 熊大趁其不注意 挣脱了绳索 躲到了暗处 但最终折腾了一番 还是没能逃脱怪物的魔掌 而另一边 女主不想坐以待毙 老人说这里没有电话 但现在必须赶紧报警 于是他和小胖 再次返回了临终小屋 准备拿上熊二的手机 然而两个人的战斗力实在太渣 很快就被怪物给发现 小胖为救女主身受重伤 而女主虽然拿到了手机 躲了起来 但手机却被他折腾得没电了 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小胖死在自己的眼前 自己却无可奈何 接着两个怪物 一个去睡觉 一个出门了 女主知道不逃走 是必死无疑 他拔出了小胖身上的匕首 然后逃了出去 但女主却并没有立刻逃走 而是想着给小伙伴们报仇 他找到了一根钢签 对着熟睡的怪物猛刺了下去 怪物挣扎了一番 就没了动静 接着逃出来的女主 在森林中拦下了一辆警车 谢天谢地终于得救了 然而恐怖片中 不管你是什么车 都是一视同仁 开到一半果断熄火 警察下车去查看 这才发现是撞到了另一个怪物 毫无疑问 警察哥领了他的工作餐 随后女主赶紧跳上了驾驶位 咄咄嗦嗦一番后 终于是打着了火 对着怪物碾压了过去 然后扬长而去 女主也得救了 但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影片的最后 两个被折腾的千疮百孔的怪物 缓缓的站了起来 等待着新猎物的到来 故事到此结束 怎么说呢 这部影片的剧本 随便套在黑色星期五的身上 或者致命弯道之类的电影上 毫无违和感 除了陨石坠落 引起变异 还有点创意外 其他对涛哥来说 实在没啥亮点 大家也就投个乐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晚安哟 请就订阅一下 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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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润 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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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